我要演示的是消失的雷射光 一般的雷射光跟一般的光 像日光和手电筒光不一样 它只有单一的颜色 那单一的颜色就代表单一的磁壤和单一的电厂 当我把这个雷射光照进这个胶体容易的时候 可以形成一个非常明显的光镜 我在转那个90度的时候 这个光镜会很明显的消失 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雷射光 跟胶体容易里面的带电历子交互作用 交互作用的时候它就会放出电磁波 那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光镜 当我们把这个90度的时候 它震动的方向跟放出电磁波的方向都会改变 我们就看不到 我今天要讲实验室 为什么当绿色雷射比射进去叶绿素容易之后 会出现红色的光线 这是一个绿色雷射比 而这是一个叶绿素的容易 这是因为当绿色的雷射碰触到叶绿素的时候 叶绿素里面的电池会吸收能量 而被激发离开它原本的轨道到更高的能阶 而它从这个能阶又回来的时候 这个能量会以红光跟光的方式来产生 我现在讲解头发的绿色 头发可以当作有很微小的物体 是我们平常有没有拿测量的 比如说磁啊 有没有拿测量它的宽度 但是如果雷射比照射它 然后计算雷射比在头发的距离 头发到屏幕的距离 还有呈现出来绿色波纹的 节点到负点的宽度的话 我们就可以进而推算出头发大跃的长度 对